第一個範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IPT 第一個是文字與資料函數 首先問題是這個給一顆星 給兩顆星 給四顆星 那這個不給一顆星 因為它還沒有達到100 那這裡我們需要用到的有兩個函數 只要一個函數就可以IPT 那IPT怎麼使用 首先的話你要特別注意就是說 游標先放在你要顯示結果的位置 就回傳的位置 比如說先把游標放在C3 按下一個插入函數 插入函數之後的話 接下來你可以選擇 我一般習慣用全部 全部你就去找 那找的方法你就直接在這邊按一個R開頭 或者RE 快速按一個RE 它自動會跳到那個RE開頭的函數 然後往下找 就會看到一個REPT 那使用上面一般剛開始使用 特別注意你要去了解的 我剛剛講說學習它的觀念 一般我即使不知道這個函數的使用方法 我會先看一下下面 它會有參數說明 比如說第一個是TEST TEST就是你要重複的文字 逗點後面就第二個參數 前面是第一個參數 後面是第二個參數 叫做LUMBERTIES 重複幾次 底下一個說明 一指定次串 次串就是這個次串 重複幾次 就次數顯示 你可以填滿 在後面有一些說明 當然如果不知道的話 下面有個函數說明 按下去的話 它有一個進階的說明 從這邊可以點進去 它有個比較詳細的說明 一般的話大概看完剛剛的簡單說明 就應該會使用 大部分都會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呢 它也會提供給你一個蘿蔔一個坑 反正你就放需要的內容就可以了 首先的話 我要重複的是什麼呢 重複的是這個C 所以我點一下C 就好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說 這個C1呢 點進來之後 後面就有個結果 告訴我們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呢 如果是文字的話呢 前後一定都有雙引號 這個是一個規則 它就是一個字串 字串的話前後都是雙引號 如果沒有前後雙引號的話呢 一般就是所謂的數字 數字